现在在美国这个全国统这个调查里面的话 就是混在一起各种族裔的人混在一起 大概只有11%到12%人认为说 伊拉克战争是一个问题 但是亚裔里面就依然对这场战争记忆犹新 依然认为这个当然绝大部分关系这场战争人士反对这场战争 他们对着国际关系的国际次序国际和平 这些问题还是非常关注 说由于它是移民团体过来 所以它对国际问题相对关注 但是总体来说还是关注美国问题 好像谈到少数族裔亚裔也好 或者其他的少数族裔也好 这个拉丁裔的也好 那么都比较关注候选人的这个移民政策的话题 好像在这一次 昨天晚上的辩论当中好像没有提到这个移民的这个话题 你怎么看 这会不会就是说使得一些移民的 就是规划的公民在投票的时候 会对他们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确实这是一个蛮奇怪的事情 我也在问自己 这个按理说 今年这个移民应该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 而且这个麦凯英本人在移民问题上其实是得分的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没有这个 当然我也知道他为什么没有大力讲的问题 因为他还是担心白人的这个所谓他的这个基层选民 这个对这个移民问题的反感 但是另外一方面他的他的移民对中间选民和对民主党 甚至民主党选民 这个特别是这个西班牙裔的选民 这个影响是很大的 民主党为什么没有谈这个问题 我就有点就纳闷了 但是共和党没谈这个我还理解 但是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民主党今天就很少谈这个问题 我们线上还有一些听众和观众 我们接下一位是四川的王先生 王先生你好 四川王先生 你好主持人嘉宾 你好 在你们热火朝天的谈论美国这个民主选举的时候 我就在想一问题 说美国最近就搞闹的全球经济危机 然后这又面临着政治上的一个大万学 我就想为什么美国他不乱呢 怎么不出现街头暴力 或者是出现这个军阀各自 对不对 然后我又想 你看再看看美国是一什么社会 不同种族 不同文化 不同信仰 对不对 文化充足 种族充足 信仰充足 对 天天都在有 为什么美国他就不乱套呢 对 这个问题是我最感兴趣的 为什么拿到中国就有人说乱套呢 好 谢谢 我觉得嘉宾应该在这方面多惨如惨如 好 这是四川的王先生提了一个问题 我们待会儿来谈 接下一位 陕西的袁先生 袁先生你好 林森先生好 嘉宾好 请讲 我有两个问题问一下嘉宾 那就是 以前我听说这个亚裔或 主要是这个华裔的华裔的华人这个在选举当中投票是很少的 这个现象是在这两年有没有改变的 再一个就是问一下就是说这个亚裔和华裔的这个 在国会那个参众两院里面的有有多少算多少席次 好 接着两个问题吧 谢谢 好 这是陕西的袁先生 刚才是四川的王先生陕西的袁先生 我他这个我们四川这个我顺便讲四川这个先生我们算是老乡这个这个老乡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一个问题 这个我当然这个也这个这个解释原因可能会很多 但是我就同时也按照他的思路想2004年的话 这个不不是2000年这个高尔这个跟布什大选的时候 大家记得最后就是完全就取决于佛罗迪达州 而且最后就取决于几百张票 而且其实是最后高尔的这个赢得了这个这个佛罗迪达票 但是就这么近的一场选举 我们也都亲身经验的这个场面 第二天早上你一觉睡醒过来 美国街头没有人上街 也没有暴乱 甚至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 这个确实是如果这个我都不敢想象换到中国一旦发生这种事情 你同时在想这个几年以后的台湾选举 就所谓两颗子弹的选举 两颗子弹选举当然这个 还是有些乱 还是很乱对吧 而且这个国民党这个这个这个泛蓝的人就一口咬定是这个民进党自己做了手脚 但是你想这个你凭有什么 没有任何证据说是民进党一定是民进党 做的这个手脚对吧 起码在当时来讲是没有 但是你看这个这个凯南大道上 这个台湾总统府前已经闹了一两个礼拜 这个弄的几乎是 然后这个陈水扁说 哎呀要几乎软性政变这个那个的 这个简直这个 这个确实是我想最大的一个解释原因 还是公民素质 常年的民主素养 就是说我跟这个朋友讲一条 就是我个人体会最深的就是说 民主不是一个制度 民主最大的还是一个生活方式 你把它用生活方式作为文化吸收的话 这个就会稳定性就非常强 刚才还有是陕西的原先生提的一个问题 就是还是刚才实际上我已经问过你这个问题 就是华人那个投票率 对我可以补充 他陕西的先生他问了 他说亚裔在这个国会里占的比例有多少 这个我可以告诉他这个亚裔在美国人口 5.5%现在大概严格的讲 5.5%的人口 但是在美国国会议员里面 占众议院是0.9% 所以我们的差异依然非常大 同样反过来 这个犹太人在美国的人口也是5.5%左右 跟亚裔先的一亩一样 但是犹太人 我现在拿不出数据的 但是我敢保证 犹太人在国会的这个比例 是他在全国人口的两到三倍起码是 这恐怕是一个就是亚裔相对来说 从这个文化传统上 就是说积极的去参政议政这样的传统 不像这个美国本土的一些人 那么去那么那样的去积极 说到还是这个投票率的话题 有一些批评 特别是对民主党的选民一些批评 就是说投票率不高 不高原因有时候你比如说 我们来有一些具体的问题 投票站开了以后 要投票要排队 有些时候要排上好几个小时 那么民主党的许多选民呢 民主党大家都知道 代表的是比较基层的 劳动阶级的一些人 很多人啊 他们是他们的工作是按小时来计算的 他可能要考虑到自己的生计 我在这等上四个小时六个小时 那我这个我的生活怎么办 有没有这方面的因素 在这个投票率这方面 我这个说不太清楚 但我觉得可能这不是个最主要的因素 我这个民主党党员的 比如说这样讲 就民主党员人说 啊我支持谁我反对谁 那么他这个支持谁反对谁 变成他第二天去投票的这个百分比 确实低于共和党的人 我觉得更有可能是有什么原因 说实话就是民主党的这个选民啊 这个一般来讲 这个他不像共和党选民 是以白人为主的 那白人这个确实有很多 这个有点说起来有点 好像有点种族这个歧视的感觉 就是说这个这个的白人 他这个他的文化素养 他政治传统是比较稳定 而且比较成熟的 那么你像民主党的基层 西班牙裔亚裔这个黑人 大量经济文化的这个地位比较低 教育比较少 是不是就是可以说 个人行为 民主党的选民相对来说不够团结 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呢 不是我觉得是就是个人素质问题 比如说 所以这样说就是 在丹佛在八月份 民主党举行大会的时候 民主党已经推选出来了 自己的总统的候选人奥巴马 但是仍然还有很多人会出来抗议 对 反对 我我我不要去支持奥巴马 我我宁肯投给这个共和共和党 我不去支持他 特别是一些支持 希拉里克林顿的一些选民 而反过来我们来看 总体上来讲 在共和党方面 假如推出一个候选人的时候 可能是一个不是很强 比如说对 舆论界普遍认为这次麦凯恩的副总统候选人的资历 竞争能力不是特别的强 但是推出来以后 共和党可以说是没有多少人出来反对 没错 没有人出来抗议 而是万中一心的去支持自己的候选人 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对的 这个问题确实在美国政治传统里面讲 共和党是所谓有铁的纪律 所谓的步调一致按照中国说法 这个民主党是一个大家庭 我们叫Big Tent 一个很大的一个帐篷 什么人都可以进来 各种各样亚裔 少数民族 所以它这个最后造成确实是 还有民主党 这个真是变成一个政治文化素质 好像不应该是这样 有很多少数族裔的人也是去支持共和党 比如说华裔也是有很多人去支持共和党 但比例相对要低很多 修理的一个人 多少人都可以做都这样 哈 我 招小